吳先生講到說 希望我們澎湖社大以後可以到你們去訪問 盧課長也在場 那我們下年度要編一串 因為主管大會是他 他是我們的領導 所以我們會注意 謝謝你的提醒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做我們的簡報 我們請不要先跟我們說一句 簡報完之後我們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再提出來 我再跟大家 校長以及吳課長 各位校長以及各位來賓 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麗玲我們澎湖社系大學 那麼我本身也是在屏東縣有服務過 八個山地鄉桃片的 擔任過屏東山地鄉的營長 所以八個山地蓮都非常熟的 那現在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今天訪問的程序 那剛剛已經做過相互介紹了 接下來我就做個教學簡報 那緊接著就教學座談及意見交換 再過來就是參觀校舍 參觀校舍 然後就我們就參加我們今天的公共論壇 那現在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業務講報 簡報的主題大概七分為四項 第一個是現況說明 歷史嚴格 重要事件以及展望 首先跟各位報告的是現況說明 那我們經營的理念呢 那空大跟社大我們是連結在一起的 比如說我們社大是在空大一個架構裡面 這是我們社大一個標案被就是空大標道 所以我們這是一個架構 那我們校長是陳松柏 他是空大與社大上下連結 建構一個終身學習的一個體系 那麼我們現場對我們的免疫是 人人都可以上大學 終身學習的潛力與機會 那接下來是立委 就是等一下我們來聽的公共論壇 我們立委對我們的起起是 營造極老 豐富社區 快樂島嶼以及美滿的教育 家園 那議長劉成昭林呢 對我們的起起是 推動全民教育 終身學習 提升精神的品質 那麼我們97年成立以後 我們首位校長是張毅妍博士 那我們現在的校長是 對我們目前的經營的目標是 整個社區教育的資源 推動終身學習 現況說明就是組織架構 我們現在是在 澎湖社區大學是在 國立空中大學澎湖學習指導中心 那麼組織架構 就是校務委員課程 及四字規劃委員 還有校長 校務運輸 以及組長 專案助理兩個人 目前是我們目前的這個存置架構 那我們經費的來源 大部分有兩大項 第一個是縣政府委辦的經費 第二個就是我們協分會的收入的部分 我們從97年到目前為止 我們各期的人數都是有增有減 大家現在看到99年的第二期 雖然只有280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增加四個班 另外這四個班總共有160個人 那做的加上將近500個人 我們這一期 等於說99年第二期 我們將近有500個人 那各班開班的人數呢 我們97年了達到比較高 我們就將近25班 那今年91跟92跟共有 就是有24還有21班 那這是社大各期顯客人次表 請各位參閱一下 那這是我們對協員有一些獎勵的部分 就包含我們有殘障人士 遺縮入人士 禁擾人士 我們都有一些協會上的折扣 請各位參閱 那這是我們教室的開框 我們教室大部分都是 零聘我們澎湖縣比較專業 對各項課程比較具專業性的 學術課程的一個老師 這個課程的 這個老師的比例請各位參考一下 這是第二期的老師 這是99年第二期的老師開框 那我們的財務的部分 剛剛也跟各位大致上說明了一下 就是我們收入來源的部分 大致上就是 不限政府的委辦經會 以及我們就是 就是那個協會的協分會的收入 那監證自從目前是沒有 那第三個就是政府委辦的經會 那我們支出的部分 大概人士 終點 行政業會 還有設備會 那這是我們每一期 各期 97年到目前為止 各期所支出的 支出的大概用的金額 大概是足部表 請各位參閱 這張表也是幾位參閱 就是每一期我們所支用的經會 那截至目前為止 就是說我們91 92年 等於說我們這個99年 99年的整個一個經費 我們大概是350幾萬左右 大家還會增減 因為我們目前協期 正來結算 正來做結算 那這個是支出的 每一期大概支出的比例 有設備會 業務會 終點會 還有人士會的部分 業務會跟終點 人士大概各佔三分之一 設備會的部分比較少一點點 那歷史嚴格 那我們是97年2月 是由這個澎湖中心的楊佳欣主任 所被成立設系大學的 那97年11月 澎湖縣設系大學第一期 正式營運 就是開始營運 那社科系由張多元博士 擔任社大的校長 這是由空大指派的校長 再來就是97年12月21號 就是正式節目 社教師 助誕學師長等等 包含地方的所長 都有歷齡指導 那目前為止是 98年4月由我們校長 徐崇信主任 就是澎湖指導中心的主任 兼任 這個我們澎湖社系的校長 那98年7月到98年10月 就是有兩期 就是每一年都有兩期 上一期跟下一期 第一期跟第二期的營運 那99年到目前有兩期的營運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那